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需要用到什么材料 这一次我们做的是这个 啊不对 我们做的是这个 这个芒果 这个大家要选这种肉芒果 肉比较多的 不是那种扁扁的芒果 肉芒果的话有个好处就是 一个我觉得就能搞定了 否则普通芒果的话根本不够用 一口就没了那种 或者超大的芒果也行 但是这种肉芒果的话 可以切出方块 就像我这样 可以切出这种 啊这一块块的这个芒果块 但不用这种芒果的话 估计切出来都是片了 很小的 啊我这个块是比较大的 然后 我这个芒果放一边 啊我是把这个一个芒果啊 做完了你先拿开一点 我们是把这一个芒果啊 这个 呃切成丁了 其余的都是弄成这种糊状 但是可能需要用搅拌机搅一下 这个需要搅拌机吗 我感觉不需要搅拌机啊 就这样吧 就这样到时候撒在那个上 不用搅拌机了 搅拌机有可能 呃打太糊了啊 我们就就用这种 到时候呃就用这种 糊状的这个芒果吧 到时候先浇上去 然后再放上一块一块的会好看一些 本来我想弄什么绿豆汤什么的 然后我们呃这个之前烧绿豆汤坏掉了 所以没法用了啊 以后有新的这个 爆冰啊 这个做法啊 我到时候会在番外片里面推出的 这个就不在我们正常的烧绿片里面了 因为这个是呃酷热解暑 啊就吃的东西自己在家里做啊 这个经济又实惠 好了我们已经拿来了这个冰块啊 冰块有点多 我不知道够不够用啊 没试过这是第一次玩热玩意儿 然后呢 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其实 其实这个不能打开的了 就是这样啊 这个然后我们把冰块扔进去啊 不管它了 先撕一下吧 放一点冰块 就这样吧 然后就转转转我们用右手摇吧 好我们现在这是生意 哎呦 就这一切卡住了 这个时候再发现了 这个含面 就拿来 就是要的 那边是数据到 那边是顺利的 这个温暖的 这个时候还能给大家看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冰块已经全下去了 这好累啊 窜都出来了 然后停 这狗的还是电动的方面 但是手动的话会有点乐趣 对吧 就如果小孩玩的话可能需要家长帮他按着 这个确实挺累的 然后看到 哇 这爆冰 哇塞 哎 很帅 特别帅 我不够啊 我再摇一点 OK 我们终于把里面的这个爆冰给弄完了 哇 有点多哎 非常多 哇 这么多 我吃不掉的感觉 我们先把这东西放一边 我们拿出我们的盘子和勺子 然后我们的爆冰就要成型了 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爆冰啊 哇 就是有些不是很碎的 这可以有哎 你看 哇塞 这还弄多了 好 我们已经把这个爆冰啊 这个弄完了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酱给浇上去 酱很多酱 这其实不算酱了 应该是属于这个芒果的肉 但是我没打开 就这样了 就这样弄弄了 可以了 其实 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加上芒果的果肉 然后沉点果肉上去 放这里 好 放上面 放上面 下面撒几个 上面放几个 这个摆盘的美感 我感觉 等我摆完已经化了 放几块 看不清楚啊 全是芒果 全是芒果酱 天啊 就是没有那种正式的东西好看 应该放个樱桃 樱桃之类的东西 就这样吧 我们下次再改良一下 这一次是第一次做 真的是第一次做 第一次在自己家里做爆冰 从来没做过爆冰 好了 我们爆冰好了 我们先来尝一下吧 虽然这个爆冰是没有加任何果汁之类的 都是绿色产品 我有点汗 这芒果 嗯 这爆冰都冻住了 哎呦可以啊 就是 不是很碎 不是冰沙的感觉 还是冰块颗粒的感觉 哦 来一块芒果 再加点爆冰 嗯 挺好的啊 自己在家里做爆冰的话 呃 虽然是要动点冰块 而且要很多冰块才能做出那么多一 呃 你可以就是做一种 就是拿一个杯子 最好是那种 呃 不是玻璃杯吧 或者拿一个瓷的碗 弄一个这么大一块的冰 然后放进去会好一些 如果把这个爆冰啊 就是冰块 里面是用那个水果或者芒果汁 就是自己打的这个粉碎机之后 打完之后这个汁水去冻成这个有没有 西瓜块啊 芒果块啊 还有什么 什么菠萝块啊 各种块 然后再这样弄出来的话会好吃一些 呃 因为有味道 因为现在这个冰块是没有味道的 冰块没有任何味道 就是 淡的 如果你有那种 呃 蜂蜜啊 或者果酱的话淋上去会好一些 但是这个我没有果酱 我只能用原生态的这个芒果去做 味道还是可以啊 那好 我有点热 刚刚刚 刚刚转完有点热 然后现在吃的话会感觉好一些 虽然有点这个洞啊 就是 牙齿啊 年纪大了牙齿说不了 搞得好 我年纪很大一样 真是 哦 有点冻 啊 太冻了 这感觉跟粉碎机打出来差不多 估计 下次我用粉碎机试一下 粉碎机打出来肯定会比这个细一点 因为这个打出来都是 小颗粒的 还是 需要有牙齿去咬的 不是那种绵绵冰 绵绵冰冰的话可能会比这个更细一些 但是更容易化掉 这个的话不太容易化 可以放大概三四分钟嘛 不止三四分钟 还放了蛮久了还没化掉 就它就凝固在一起变成一坨冰了 好 那么 这一次这个饭碗瓶 我们吃这个爆冰 好 我们先到这里了 如果下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爆冰机的话 我们还是会继续做的吧 我感觉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下面转的时候是用刀片在销上面的冰块 然后虽然费点力气啊 但是 费点力气吃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的啊 包括这个销芒果 芒果也是比较麻烦 所以说大家还是选一些 果肉颗粒比较大的东西 最好不要有那种纤维类型的 就像不要有梨啊 苹果那种呢 包括芒果啊 芒果的话 它因为这个肉的话 连它那个盒是有一丝一丝的 所以不能用粉碎机去搅和 可能会搅在一起 比较麻烦 然后大家可以选一些这个西瓜 对吧 把籽去掉 就是籽多的话比较麻烦 买一些五籽西瓜 然后把籽去掉 呸 五籽西瓜去自己 五籽西瓜 然后打成枝 然后做成冰块 然后直接摇二摇 如果你可以买那种电动的话 就按一下 让人家滋一下群出来 像电动的话可能没有这种乐趣吧 这种我觉得是给小孩玩的 给小朋友玩的 那他感觉 这个做冰块 不是做冰块 做冰沙 这个叫冰沙 这个不叫爆冰 这个碎冰嘛 碎冰嘛 还是比较好玩 天气热的时候 来一碗这个东西 这就是消暑啊 然后解渴啊 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我们这次就先到这里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读评论时间 为啥不改成我是大吃货呢 因为这个大吃货范围太小了 我可以聊点啥可以做很多的类型的视频 然后你单单大吃货呢 就真的是全是吃的 那会没有 比如说我要录旅游啊什么的话 那就不能变成我是大吃货 对吧 所以种类 这个名字要决定一下种类的素料嘛 聊点啥嘛 范围很大 然后大吃货的话就是以吃为主 我会在聊点啥里面开一些比如说吃货或者烹饪间 吃货篇或者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篇 都无所谓的 就是聊点侠概括了很多的内容吧 讲道理 你可以在旁边放个风扇了 已经说了好几期了 放个风扇的话可能会有吹到这个麦克风会有噪音 然后到时候噪音很难处理啊 特别是风扇这种嗡嗡嗡的声音很难处理 处理掉之后可能我的这个说话声会比较 嗯 怪 还是比较怪 然后呢 嗯 开空调吧 之前是空调坏了真的是没办法了 嗯 但是厨房那边就没法弄了 厨房的话本身噪音大 所以后期可能我会配音 然后烧的时候我这个就不说话了 或者 嗯 烧的时候可以说话 可以对一下那个乙音什么之类的 我们还是到时候后期配个音吧 嗯 房间里面我们就开空调了 如果有的话 厨房店的报纸是不是为了防止菜的汤汁溅出来 厨房店的报纸的话 一是防止这个油溅出来 因为油炸的话大家肯定知道 嗯 炸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东西溅出来 对吧 然后或者 嗯 不小心沉了有东西溅在那个桌子上 或者溅在这个 嗯 灶台上很难清理 啊 所以就垫上报纸了 这样 到时候 烧完之后清理起来也方便 也不用各种擦洗啊什么的 对吧 我看莫涵主菜像是玩VR 确实这个呃 gopo这边录的话 它是有一个广角视角的感觉 就是在用VR在看呃 看这个游戏画面 但是 啊 可能他 我是在这个高度嘛 所以说可能会有点点高 之前我刚才说 哎 莫涵你这个好高啊 其实并不高 我只有1米7 8 呃 我又没有VR 只能用gopo去拍点视频 拍点生活视频 大家会感觉是在玩VR 可能我以后会 把这个转的速度转慢一点点 对吧 如果转太快了会很难受的 默默大 为什么不开空调呢 康老师那个空调坏了 空调真的坏了 就是好像是 嗯 它那个排水管堵了 导致水回流了 啊 我就不敢开了 一开就是水满精神还好 我上面有一个 有个透明的那个 呃 沉水的 就水槽 啊 自己做了一个水槽 然后防止这边铺了之后 下面电脑就遭殃了 对吧 啊 所以上一期就没有开 啊 这个 之后就是 晚上再把这个水管通通畅了 然后就能开空调了 啊 就像今天也开了一样 那么空调肯定是会开的 不开太热了 啊 但是 会不得已也没办法 不可能去电风扇 因为 去电风扇啊 这个之前那个 有关人说是去电风扇 啊 问我去电风扇 为什么不开电风扇呢 啊 电风扇会有那个 风带动这个气流 然后会有 呼呼呼的声音 在这里真的要过了 我以后要许照 的 Anni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